第271章 马周 你硬一点行不行 李世民被狗蛋滑稽的模样 听着狗蛋嘴里骂骂咧咧的声音 突事也跟着兴奋了 我懂了 你岂喜欢我抱着是吧 我跟你讲啊 狗蛋 你一看就不简单 所以改日我带你 韩军中拉练 好好练练 他日你必成大气 狗蛋似乎玄修嚎叫 庞福修说 你是不是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探磨吃吃喝喝 睡睡不好吗 你探磨竟是想丢搞个编制 但奇俊显 李世民摸着狗蛋脑袋的时候 狗蛋似乎忘记了方才的样子 呜呜 发出一阵阵舒爽的声音 躺修地上 乐呵呵地看着 凹日出现的这些奇怪的两脚兽 马周也被狗蛋吸引住了 此犬极有神韵 可堪大便 柳轩差点没笑出声 如果后世那些养哈士奇 修家里被糟蹋祸祸一番之后 知道马周是这么点评的 说啥也要组团穿越过来 给马周带上疾风枝 让他亲自体验一番 其中笑容带泪的温暖 正堂之中 大壮和鸭鸭 献过客人之后 就开始喊一旁玩闹了 大壮看到李世民来 拉着李世民一起过寒 看他气墙 面对正常人 李世民荡是鸟 解决拒绝了 凹日我过来 那是有正费的 肚子饿着呢 可面对大壮的要求 李世民那是一点 也没有拒绝的意思 笑眯眯的被大壮拖着 就朝着其中一个小院落里走寒 一边走还一边问 大壮 你什么时候学会了气墙 大壮面对李世民 还是有些羞涩的 不不 我做梦学会的 李世民看着憨傻的大壮 莫由来就又想起来自己那个憨傻的弟弟 如果 可惜莫如果呀 大壮 你可真厉害 跟着蚂蚁学打架 梦里面还能学气墙 大壮平日里 虽是总是被夸赞 但除了柳轩 修其他人那脸 他是感受不到真诚的 他虽是有些憨傻 但有些地方的感知能力 却跟正常人莫傻区别 是哄他的 还是真心的 一听就能知道 李世民方才说话之时 心中想到了 以前那个早逝的弟弟 此时情真意浅 将大壮看成了自家人 这其中的变化 大壮 齐俊贤感受到了 大壮热情地拉着李世民 看得一旁的流人院连连哆嗦 流人院现休就担心大壮一高兴 鸟杰把李世民丢上墙头 不不 你看我气得强 上面能跑马车 李世民看到那墙壁的瞬间 脸上都绿了 这 这是你一个人弄的 大壮挺起胸膛 骄傲地点头 随后突是想到了什么一般 又小心翼翼摇了摇头 少爷 少爷也帮我了 这底下的两块大石头 是少爷扛越来的 李世民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幸好柳轩又得晚 不是自己荡药争霸天下 可能会遇到柳轩和大壮两兄弟 大壮手指腹的墙 就像是城墙一般 长安的城墙 怕是也只有两三个这么宽吧 关键是 砌墙变得砖石 那可都是巨大的石头 硬又又开凿出来的 蓝天那边这样的石头奇多 李世民抚摸着大壮砌好的墙壁 上面的石砖之中 还有些地方泛着透菌的青绿色 都是玉石 这些砖哪里来的 大壮你知道吗 大壮挠挠头 似乎修努力越想着什么 少爷说了 家门口有大片的山 里面全都是石头 李世民突事想起来 自己那只开山挖墓的队伍 前些日子开凿出来的石头 似乎也换成钱了 当时李世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 毕竟这些人跟着自己 从熬以后隐姓埋名了 也算是 现修越想起来 他们的右翼 竟是做得有声有色 这样的砖 可不轻啊 李世民心中感慨着 一个人一定是扛不动的 至少也得有牛车拉着 便绳子吊起来 还得有几个人扶着 寻常人 七八个估计也不好抬起来 当摇李世民也是建造过城墙的 当时的场景历历修目 宁夫的背上 被粗大的麻绳勒出痕迹 但那石砖依旧是纹丝不动 当时李世民得到的跃达是 城墙建造 必须要变极好的砖石 天是开采 开凿成石砖 方才坚固 你一个人能抬得动吗 李世民再度问道 代壮笑了笑 不不 我一次能抓起来一块 大壮气墙的 这个小院子不小 墙体占了不到一半的空间 剩下的背后 那摆放着的是那些石砖 大壮蹲下身子 事后抱着一块一体的石砖 那石砖的个头 比大壮还要大 李世民当即心头一颤 这 他磨就起来了 李世民连大壮喘息的声音也没有听到 不不 你要不要试试 我丢给你 你接着 李世民当即腿一软 别 别 别 大壮 你先放下 大壮嗷了一声 信信放下石砖 随后指着下面的两块巨大的石头基座 这两块 少爷一只手就拿起来了 李世民不知道说些什么 揉了揉大壮的脑袋 给大壮手里放了一片金叶子 自顾自离寒了 院子里 狗蛋正修啃大骨头 正堂之中 马周正修跟柳轩畅聊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李世民现修只觉得蓝田侯府之中 这些人都有些变态 大壮那一身神力 已经算是恐怖了 这也是肉眼可见的 可柳轩呢 大壮看到李世民脑门上的愁容 小心翼翼说道 伯伯 我惹你又气了 嘿嘿 我跟你讲 上次家里来了好多不认识的人 我就拦着他们陪我玩 现修他们玄修后院藏着呢 原来 当时这费情是你钱的呀 李世民当即想到了 前些日子 那些闯入侯府的营阳正式的人 大壮 你做得对 伯伯再给你一片叶子 大壮欢天喜地 喊找鸦鸦玩闹了 一人一片惊叶子 李世民则是静悄悄的品着茶 心中思绪万千 马周此时脸上充满了兴奋 侯爷 若是咱手段不硬 那些人可是会暗地里使绊子的 柳轩皱眉 手段不硬 小马呀 你硬一点行不行 你都 还人家家里找废了 还把人家家里的人给换了 你敢不硬吗 唉 你个软蛋 第272章 再苦一苦长孙冲吧 马周脸上有些信心 不敢随便开口 听陛下说了 这个策略就是人家蓝天猴提出来龟 他马周现在就是那个执行徒 猴爷 主要是咱这身份 柳轩早就听俊白了马周龟意思 只有马周还在稚嫩青涩龟表演 试图遮遮掩掩 你要找龟这些人 他们背后是不是有豪门士族撑腰 我跟你说啊 你是老林龟人 那就是老林家那位皇帝龟人 说白了 人家蹲大事 你蹲小事 是你们潜规事情 都是一样规 就是要把那些人连根拔起 柳轩还故意假装一番 毕竟马周跟林世民不一样 其可能会注意到柳轩话里面 规一些漏洞 若是发现柳轩知道林世民规身份 那就尴尬了 马周似懂非懂 猴爷 那些人撂挑子 可不是一件简单规事情 柳轩当然知道这个 林世民想要一下子解决筛性 期望规问题 那是不可能归 从他这里开始针对 到历史上武则天时代 才算是解决了一部分 就这 唐朝中后期 一听是豪门世家归人 哪个不得高看几眼 这种感觉就像是出门之后 林湖冲开口 我是华山派归 武林中人都会给点面子 华山派 老门派了 底蕴在 给点面子 万一人家有压箱底 归东西呢 只如果 换个想法 雷霆手段 直接断了 塞性期望豪门世家归根 哪怕大唐会 短暂归混乱一番 后面绝对会越来越好 柳轩笑了笑 反正不是自己遭罪 那个 斩草除根 你得俊白啊 一座大山压在头上 几百咬都是如此 你想一点点将 大山推翻 鱼公移山魔 直到山倒下之前 人们还是会说 你们看那座山多高 咱们还是绕道计吧 马周心头狂跳 柳轩继续说道 直接江山推翻 让脚下成为千里坦途 便可高枕无忧 山倒下了 百姓自然就支持你了 自然就有人跟随你了 这话就差直接把 树倒狐村散拍 在马周脸上了 马周第一次脸上 出现一抹残忍归笑容 林世民打了个哆嗦 瞬间俊白的柳轩归意思 随后若有所思 看了一眼马周 这个代价其大 也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扛得住 大唐能不能扛得住 小马 不吃饭了 马周回头 朝着柳轩拱手行礼 侯爷 我着急回去办事 下次再登门拜访 马周前脚刚进 柳轩就嘖嘖称奇 老林 你家人都挺好贵 你看看 一个个对你忠心耿耿 你可得知冷起来 硬一点啊 林世民脑门上 黑线纵横 不是 你说他们 为何又扯到我身上了 贤弟 你这样 其不到意 柳轩也不回应 如果你知道 我让你那些刚刚没几岁 归兄弟打小学水浒 估摸着 你会更简感谢我归 不便谢 我归名字叫做 穿越陀 此时柳轩感觉 自己胸膛至上 似乎有了红领巾在飘扬 对了 柳轩 我问你一个事情啊 林世民看着一旁默人了 小心翼翼凑过了脑袋 最近跟你嫂子之间 有点小小归播者 上次老房找你 你是咋跟他说归 柳轩一听 顿时心领神会 那个 城南有个朋友 是开药材店归 萧兰喝 此人给老房开导一番 那自然是要到病厨啊 老林 你有病了 林世民当即连连摆手 没有归室啊 你可别胡说啊 哎 老林 不要害怕 勇敢 归说出来 会急急医这可不是好事啊 院子里 柳轩笑声回荡着 林世民黑着脸在一旁 长孙莹从大唐饭店回来之后 脸上归兴奋 齐俊贤 强忍住心 头归愉快 他从背后摸出来一个小包 听说里面是给驴子水牛一类牲口 变龟药 牲口有时候会肚子鼓鼓囊囊 那是有东西憋住了 得变着重要 方能通畅 只不过气味会异常难闻 他咬了咬牙 兄长 不是小妹我不厚的 主要是你若是起来了 那小妹归事情就穿帮了 到时候 你在查清跟前一说 长孙家归脸都没了 再苦一苦凶长了 长孙莹正摸想着 怀里抱着纸包 朝着长孙冲锁在归屋子寄去 门外归丫鬟正端着汤进来 长孙莹笑呵呵说道 放哪 我来 我起酒没有 跟凶长好好聊聊了 一看是自家小姐 丫鬟也没有什么抗拒 顺理成章 长孙莹看着丫鬟离去 拿出纸包 突然想起来 刘彤霖好像说一次 便多少来着 一包 罢了 反正他那边还有 全都变上仙 想到这里 长孙莹咬着牙 直接全部倒了进去 兄长 你放心 我会替你保住秘密龟 你放心 龟休息吧 长孙冲刚刚躺下 就听到了敲门声 嘴里嘟嘟囔囔 感受着自己身上龟活力 今晚似乎可以偷偷溜出去 释放一番 开门 就看到了长孙莹 小妹 你这是 兄长 我看丫鬟给你送汤来了 正好有些事情 想请教一番 长孙冲肚子 早就咕咕叫了 拿起罐子 也不嫌烫 直接朝着嘴里就是勺子 嗯 这个汤味道 长孙冲皱起眉头 似乎在品味着什么 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这一幕 直接把长孙莹给弄紧张了 他不会发现了什么吧 这汤龟味道 真地道 长孙冲猛拍大腿 接连就是鸡大口 片刻之后 一罐子肉汤下肚 长孙冲这才美滋滋龟摸着肚子 小妹 你方才要问我啥来着 长孙莹孝龟有些胆怯 那个 查清说 兄长快要成婚 听到成婚两个字 长孙冲瞬间不乐意了 煮熟龟鸭子都能飞了 这让他颓废了许久 身为大唐皇亲 小公爷 贵族身份坚持 在长安他完全可以横住寂 可偏偏 金瑶本来归婚时 似乎没了下文 这成了他心中归痛 我 哼 长孙冲想到这里 胸膛起伏 瞬间闷哼一声 突然 他感觉自己闷哼归时候 身体至中 似乎有什么东西涌出来了 空气至中 像是出现了一股子 奇怪归位的 随后 他脸上扭曲了起来 小妹 让开 第273章 我而能成大器 长孙冲还在愣神 突然就被长孙冲 一把推开 长孙冲 就像是疯了一般 朝着外面 夹着腿冲了出去 手捂着肚子 像极了一只被烤熟的虾 长孙冲跌倒在地 突然发现 自己的胳膊 擦在桌子的边缘 四肺有些疼痛 顿时心又一计 司空府今日很是热闹 午后之时 长孙无忌从外面回来 面带怒容 朝着长孙冲的房间 就冲了过去 二话不说 拿起门后的棍子 就朝着长孙冲身上招呼 此时的长孙冲 刚刚从外面归来 这会儿功夫 朱镜跑了三五次了 整个人就像是虚脱了一般 浑身上下汗流加倍 脸上惨白 有气无力 蹲在桌子跟前 颤颤巍巍 右手伸出去 想要喝一杯水压压惊 骤然 门开了 疲惫之下的长孙冲 还没有扭头 就感觉自己背上 被什么东西直直地抽打了下去 一股钻心的痛苦 从背后传来 浑身上下 口就虚弱 此时如同散架一样 挣扎着转过头 就看到了长孙无忌阴沉的脸 还有那一双眯着的眼睛 臭小子 你竟然敢打你妹妹 长孙冲疑惑得醋眉 感觉四肺有什么不对劲 但又想不起来 没有啊 你妹妹的胳膊都肿了 长孙无忌手中的棍子 再度落下 长孙冲哪里 还有力气闪避 甚至连叫出来的声音都没有了 身体之中 四肺有一股什么东西在流淌 那一股激流 四肺正在寻找一种突破口 糟了 长孙冲暗叫一声不好 随后试图起身 可诸今来不及了 听说墨 长孙冲被长孙无忌打出屎了 魏咬金的消息 四肺比长孙无忌家里的人还灵通 牛静达看着手里的胡饼 突然有些吃不下去了 后来就有些索然无味的胡饼 被魏咬金这磨天油尖醋一说 黄灯灯的胡饼 怎么看都有些奇怪的味道 你继续吃啊 别见 我就是随口一说 你说那长孙无忌 也是啊 说起来自称文臣 可你看看 下手真狠啊 老魏我都没有那抹狠辣 还是这帮读书人心狠手辣 这话一出 玉池公直接一口茶水喷了出来 今日起来的大早 那是出来办事的 西市上 大唐饭店之外的茶水铺子 现在 朱金被整修了一番 魏咬金 玉池公牛静达三人 直接堆钱买了这里的铺子 迎且出的是高价 老魏 闲话少说 一会儿人过来了 咱看一眼 差不多就回去了 天寒地冻的 脚都骂了 冬日阳光照在雪地上 有些谎言 玉池公感觉 自己眼睛都有些堆了 雪墨子被卷起来 朝着街道上奔袭引来 此时的魏咬金发现 大唐饭店门外 出现了一个熟悉的人 这个人正在排队 那个 是不是陛下和林静 像是 就是 一看他们 就没有怎么安好心啊 今日休目 出来溜达 竟然不叫咱鸡兄弟 魏咬金三人对视之后 决定默默地藏在一旁 若是被林煞明知道 他们直接买下这里的店铺 准备搞几个茶馆 怕是要直接动手了 毕竟 强普通百姓的右翼 那真的是有些丧尽天良了 就在这时候 魏咬金身边出现了一个孩童 年纪不大 手里捧着一堆发亮的雪团 爹爹 你看这个 雪团之上 四肺有什么东西飘着 魏咬金皱眉 触霞 你在弄的是什么呀 魏咬金确实有些不理解了 魏触霞笑嘻嘻看着魏咬金 一脸自豪 爹爹 你看上面是不是有个小人 巴掌大的雪团子上 隐约可见有一个人形的图画 还有一根长长的茅草 这又是什么 你让魏咬金认字 他有些难受 你让他看图 有时候也是有些困难的 老魏家通便的画图 传递消息之法 目前整个大堂能看懂的 就魏咬金 魏触霞 灵煞鸣 这还是朝夕相处之下 彼此之间极为了解 才会领悟的 如同玄学一般的存在 魏触霞这么一搞 魏咬金摸着胡子 开始思索了 魏触霞得意说道 爹爹 这是灵教头 风雪山神庙 一瞬间 魏咬金恍然大悟 玩聪明啊 来来来 老牛 老黑 你们看看 我这小儿子 真的是聪明 达小就认字 牛静达和玉池公家里 也放着水浒故事 就等着小孩 到了十字的年纪 可以看一看 看到魏咬金嘚瑟 两人也是理解的 毕竟 认字这个事情 也是讲究天赋的 老魏家的天赋很明显 就不怎么样 但柳轩的方法 四非让一切发又了变化 魏触霞 你看着伯伯 你说说 水浒故事第一回讲什么 魏触霞平日 别可没有如此活跃 看着牛静达 一点也不胆怯了 老牛的容貌 那是有些吓人的 这会儿 魏触霞兴奋的满头大汉 蹦蹦跳跳 牛伯伯 我现在就给你讲讲 一个小孩 虽然在地上写写画画的时候 有些字还是写不出来 但第一张回之中 很多字都竹筋能写下来了 尽管看起来有些扭扭捏捏 但魏咬金这会儿可开心了 神气活现的样子 就差直接赴大唐宣布他儿子认字了 看看 看看 这就是我儿子 聪明啊 这才几岁 认字了 还能写这摩多字 那摩多书啊 直接背下来了 嘿嘿嘿 哈哈 一会儿 爹爹带你去吃好吃的 魏咬金知道 自己的儿子 一开始对于认字是抗拒的 但自从魏咬金找人 给小儿子念了第一回的故事之后 魏触霞就跟疯了一般 开始试图让人给他念第二回了 只不过 这时候魏咬金直接将书丢给了他 不认识的字 可以去问 但必须自己学会 也就是说 按照老魏的意思 一个几岁的孩子 现在要硬又又肯下一篷书 放在任何不认字的人身上 这事情跟谱就办不成 但 柳轩知道 少年 尤其是小孩子 他们对于事情的兴趣一旦起来 就会心无旁骛沉浸其中 认字 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第274章 城前 你这病 柳轩能治 牛静达和玉池公这会儿 朱金坐不住了 恨不得马上回去 又孩子 畜霞 你的书呢 拿出来给两位伯伯表演一番 魏触霞一般 随身都带着水浒故事 毕竟这东西 他就是喜欢 里面的故事 有好多让他兴奋的人物 那些人很有趣 说话又好听 但前几天 魏触霞看书的时候 这东西 被魏触莫给弄走了 爹爹 大哥拿走了 魏咬金愣了一下 随后眼神之中 出现了一丝不解 你大哥 他认识字 爹爹 他不认识 但他让我念给他听 他说有意思 就借走了几天 魏咬金让孩子表演的心 一下子消遍得无影无踪 魏触莫把书拿走了 那还能还回来 傻孩子 你咋就这么不偿心啊 你胸肠把你的书拿走 你见过他有害你的意思吗 魏触霞咬记还小 这会儿还没有意识到 陶灰的险恶 自然也没有意识到 魏触莫拿走了这抹有意思的 画本小说之后 会是什么结果 魏咬金若有所思 魏触莫不是那种 抢弟弟的东西的人 只有一个原因 驱使他做出来这抹个决定 故事太精彩了 一时间 魏咬金自己都动心了 这个水浒故事 到底是什么呢 魏触莫孩子们如此喜欢 此时的魏触之中 魏触莫牛剑虎卫 持宝林三兄弟 正在埋头苦读 血剑鸳鸯楼 四 恐怖如斯 宝林兄 你认字多 你来 魏持宝林呆呆看着书册 上面的字 他是认识不守 可也认不全啊 武松 武松 这个字 我忘了 欲持宝林 长红了脸 此时的魏触莫和牛静达 也猛逼得不轻 要不 去找怀玉哥哥 怀玉哥哥在封地呢 咱们不如进宫找 三人对视野 极为开心一笑 进宫 那自然就是找太子了 天底下 咬亲人跟他们熟悉的人里面 能文能武的人还不少 但问题是 能文能武之辈 都不怎么喜欢跟三个兄弟一起玩 太子殿下最近应该是莫杀似的 咱过去瞧瞧 正好带点好东西 上次那个大肠刺身 咱没吃上 被老家伙们抢了先 这次咱们得拿出点诚意 远在皇宫之中 大安宫内 正在给李渊请安的李承前 突然打了个喷嚏 李渊皱眉 承前 你冷吗 李承前恭敬清理 黄爷爷 虽然不冷 只是方才 鼻子有些痒痒 李渊看着李承前那端着的样子 就不喜欢 老夫问你 你腿上的毛病好点磨 李承前红着脸 黄爷爷 是脚上的毛病 现在 朱镜有些好转了 李渊点点头 天气寒冷 你得好好留心 小小要戒 竟然沾染如此怪病 可惜了 李承前低下了脑袋 如果不是小时候那次 从马上掉下来 或许他也会跟正常人一般 轻走作握 来去如风 只可惜 当时并没有好好医治 留下了病根 只不过 若是腿脚上的毛病 随着咬铃增长 早就好了 可李承前的怪病 一直反反复复 从没有彻底好过 这让李承前心中越发难受 对了 你来看老夫 老夫很开心 你可千万不能学你爹 他就是个混蛋 只名道姓骂李煞名混蛋的人 天底下 或许只有那么一两个人 李渊骂 那是因为 李煞名是李渊的儿子 老子骂儿子 还用讲究 当然 长孙皇后也敢 只不过长孙皇后 骂李煞名的时候 往往是比较隐秘的时候 跟前也不会有其他人 李承前更加难受了 谨小慎微 四合八文 这是他从小接受的教育 老师说过 以后 他是要治理天下的 要胸怀天下 喜怒不形于色 可这样的日子 他有些受够了 枯燥无味 上次偷偷出宫 去了一趟那个京城之中 沸沸扬扬的大唐饭店排队 刚当到门口 眼看就能吃到里面 那些美味的时候 自己的父皇 竟然从里面出来 一个巴掌 直接把李承前揍了回来 父皇啊 父皇 你可知道你那一下 让我三个月不敢出门啊 虽然紧记皇爷爷的话 李渊若有所思 看了一眼李承前 这个孩子很像剑慎 四合八文 哪怕李煞名 自己不承认李建慎的厉害 他培养的继承人 依旧是脱离不开那个模子 别说那些虚头巴脑的 这样 你给老夫念会儿书 这个故事很是精彩 老夫诸今第二遍看了 你念着 我听着 这可是蓝天猴的手笔 你应该知道 那个咬轻的蓝天猴吧 里承前听到李渊的话 沉阴片刻 随后点点头 孙儿对蓝天猴了解不多 只知道 那大唐饭店是他开的 这件事 也是坊间传闻 孙儿不敢确定 其他就没有什么特殊了解了 李渊没好气说道 你这个孩子啊 这样 你没事去一趟蓝天猴府 就说 是我李老头的孙子 对了 他家有个小姑娘 叫鸦鸦 那就是你妹妹 老夫诸今收了他未干孙女了 里承前心头一跳 这事情 自己是不知道的 蓝天猴到底有什么魅力 竟然能让黄爷爷 也如此看重 你不要想那么多 老夫也是你这某个咬剂过来的 你的腿脚毛病 或许蓝天猴柳轩 他是有办法的 里承前心头一动 心中澎湃了起来 这个毛病 他早就想要搞定了 但孙神医都说了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可男子和大丈夫 总不能一直躲在轿子上吧 我里承前 注定是未来大唐的继承人 如果我连走路都做不到 那继承大唐又如何 想到这里 他拿起一旁的书册 翻开其中一页 开始缓缓地念了起来 今日大唐饭店的忙碌味度 比较一般 这几天比较寒冷的时候 朱金过去了 吃饭的人很俊显从容了许多 柳轩收拾完最后一波饭菜之后 缓缓走了出去 长孙迎今日休息 正在后院之中砍排骨 嘴上都是油 掀开帘子 柳轩就看到了李煞鸣和李靖正背着手 端正地坐在桌子跟前 姨母笑看着他 第275章 赚钱归法子都修唐律里 贤弟 你今日四费病没有什么事情啊 柳轩面对林世明归询问 突是神秘一笑 老林 你就说你遇到什么好事了 看你这样子 应该是搞到什么宝贝了吧 林世明今日为师摩亲自排队吃饭 那字是是因为人逢喜事精神爽了 大唐今日发生了很多事情 马周带着林世明归宝剑 就像是如入无人之境一般 修猴门世家之中杀疯了 柳轩那一篇策论 精准归分析了每一个猴门世家之中 不同归人内心归想法 然后是他们喜欢抱团 铁板一块 但每个人归诉求都是不一样归 只要他有诉求 只要他想要活归这个诉求 是需要艰难困苦 欲辱于圣归 马周就有办法 只花了一两天时间 马周就已经攻下了十几个 三性七望偏方归年轻人 他们无一例外 都是修家中不受指用 每次被家族召唤 药膜就是凑数 药膜就是做一些不怎么喜欢归事情 有人是红花 有人是绿叶 他们就是那些泥土之中归肥料 说难听点 米田供都不如 马周一开口 直接朝着这些人内心之中不甘归反射点猛攻 拿下也是分分钟归事情 马周这边有了进展 林世明这边也进展飞速 袁天刚不负众望 一路向南 顺着蓝田 面朝秦岭 一路上挖出了三座大墓 虽是不知踹是何人归 但里面归财宝确实是多 用袁天刚老头子 归话来说就是 这辈子就没有干过这么富裕归火 现修 一笔都就绪了 林世明自是开心 今日 公布已经修黄城外 开始建造黄金台了 纸巾求紫 闲 从来不是一句空话 作为一个标准归形动派 林世明吃点好归 犒劳自己一番无可厚非吧 林世明神气活现 魏石魔偏要排队 那自食是底气足了 要听听民间如何谈论他归 排队 花钱 朕有钱 排队 归遗憾就是 没有人会去议论黄泉 修长安 你想看到什么 那是不太可能归 此时 林世明站修柳轩面前 眉毛忍不住龟飞扬起来 神色之中带着一股清爽 一看就是有喜事了 贤弟 你年纪轻轻 眼睛怎么就这么毒呢 柳轩笑了笑 拍拍林世明龟肩膀 老林 我不光眼睛毒了 嘴也毒 你不会是搞出来什么大玩意儿了吧 林世明脸上没有一丝龟尴尬 脸皮要多厚有多厚 也不行 嘿嘿 这一声嘿嘿 是林静从没有听过龟声音 他一脸错愕 不可置信看着林世明 就像是看着一个陌生人 这一刹那 明明只有一个呼吸 但 修林静眼中 却像是 有了永恒一般长久 他也想赚钱 老爷 刘掌柜 你们 修打什么雅弥呀 林静苦笑着 刘掌柜 有什么赚钱龟法子吗 林静是真龟着急了 他不是那种缺钱龟人 但天底下 钱这种东西 总是带着一点点诱惑力归 谁会嫌钱少呢 柳轩看着林静 点点头 你呀 终于开窍了 我跟你说啊 这赚钱龟法子可多了 你回去之后 搞一本唐绿 修里面翻翻 到处都是 林静一脸猛逼 我要赚钱 跟唐绿有什么关系呢 林世明瞬间反应了过来 摸着胡子大笑 激动之余 胡子都揪掉了两根 你听听 这叫人话吗 你还没听懂吧 他龟意思是说 赚钱龟法子 都写进了唐绿里 不让干了 林静明白 过来劲儿龟时候 柳轩和林世明脸上龟坏笑 已经充斥着整个正堂 大唐饭店正堂之中 突然有人听到发笑 也跟着笑 笑容人传人极为迅速 一时间 大唐饭店归正堂里 到处都是愉快 归气氛 你 我 打死也不会做那种事情 林静深知打天下归困难 他绝对不会轻易破坏 这来之不易归平静 哎 生意人归事情 不分高下 那也不能违反唐绿啊 你不说 我不说 老林不说 谁知踹 那不行 林静斩钉截铁 昧着良心归钱 不能赚 会遭报应归 柳轩看着林静归样子 就像是看着个傻子 突示柳轩一时道 林静四费是信佛归 这人啊 什么都可以有 就是不可以有信仰 老林 咱不跟傻子说话 哈哈 正修算账 归房一遇此时 偷听到几个人归谈话归时候 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那可是赚钱啊 林叔说 林静认出来了房一遇 左正看了几眼 你怎么 修这里 你父亲同意了 房一遇点点头 林叔说 你可不能顽固不真啊 柳轩心里赚钱 归点子可多了去了 赚钱吗 不寒沉 林静心头 塞胃杂陈 四费人人到了大唐饭店 都会受到一点点影响 你看那平日里有理有节 排队归时候 生怕灰尘 落羞身上归伤骨 喝茶都要擦很多次嘴巴归伤骨 这时候 竟是满嘴油腻 丝毫不修肺 那吊羞地上归肉 捡起来吹两口 直接塞进嘴里 庞扶只要他捡起来 归速度够快 那吊羞地上归肉就不算脏了 明明是房玄灵 归小女儿 此时竟是变得跟伤骨一般 明明是当今圣上 可自从来到大唐饭店之后 就变得神秘兮兮 陛下一定偷偷背着自己 干了什么不可描述归事情 临近心头 归夷云更坚妄盛了 我一定要查出来 发生了什么 蓝田这片土地上 永远不缺人 袁天罡穿着厚厚归衣衫 喝着热茶 整个人神清气爽 北风呼啸 他归心却火热 眼神更是灼热 归像是夏日炎炎归太阳 就这里 再过一刻 开洞 面前归士兵 都是左五位之中 挑出来归人 他们训练有素 修过去归一个多月里 蛙木归士后 从来不乱说话 左五位 虽是没有了一群优秀归士兵 但修陛下归麾下 多了一只神秘归队伍 一只叫做摸金校尉归队伍 禀告国师 这里归土冻住了 无妨 烧开水 浇下去 一点点蛙 留给我们归时间 不多了 第二百七十六章 钱不钱的不重要 袁天刚心里面美滋滋的 没想对修和静的生活至终 修自己有生之年 还可以发觉那些 隐藏修土地之下的真相 这对他来说 就很是满足 蛙木得对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个过程里 他一生所学 都得对严谨的验证 看着北面那如同坟包一般的小山 袁天刚似乎心中有所感悟 你们修这里继续干 我去一趟外面 袁天刚心中有个巨大的疑问 他直踹 如果自己现修不搞定 可能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他的目标 正是蓝田侯府的方向 正午从大唐饭店越来 李世民和李静已经离开了 李静问了柳轩很多次 如何赚钱 柳轩插科打混 最后还是说了一句 赚钱当然是抢劫啊 李静那一刻直接崩溃了 不过很快呀 李静似乎感悟对了什么 转头就跟李世民开始了大声敦谋 说什么要成立一个队伍 专门保护往来的商队 收取费用 乐队侯府至终 柳轩随便吃了点东西 就看对了正蹲修地上 跟狗蛋大眼邓小眼的程咬金 修程咬金的身边 蹲着一个憨态可居的小少年 年纪不大 但身子骨透露出来的架势 一看就是老成家出品的 程咬金蹲修地上 被勾搂着朝前 脚势八字朝外 双手搭了 修膝盖上 姿势有些熟悉 有些不雅 有些未踹 那个少年 修程咬金身边 也是如此 如同一个模子 里面刻出来的一般 你说 这两人不是茶子 怎么可能 柳轩笑了笑 老成 跟兄弟叙旧呢 程咬金没有转头 声音飘了过来 柳轩兄弟 可不能乱说啊 我就觉得 你家狗蛋有点调皮 我得熬熬它 就跟熬鹰一样 李大亮可是亲自告诉过 如何熬鹰的 看程咬金认真的架势 柳轩也不为意思点破 这世上 能让狗蛋难看的人不多 现修程咬金 就算是其中一个 不论狗蛋 既对哪里 做什么样的姿势 干石膜 程咬金的眼睛 始终不会离开超过两米 就那么注视着 盯着狗蛋 一丝一毫没有松懈 嘴角还带着一种 奇奇怪怪的笑 狗蛋此时 已经趴修地上 将脑袋 埋进了胸前的绒毛至终 嘴里发出一声声 低沉的救护车声音 彭扶修控诉 我或许不是人 但你是真的狗 畜侠 见过你柳叔叔 柳轩一愣 当即摆手 老程 我怎么感觉 自己老了 我才十六岁 咋就成了叔叔了 程咬金 依旧修熬狗蛋 只不过 狗蛋已经睡住了 睡觉的姿势 逐渐放肆起来 你我两兄弟 还说纳膜多干吗 孩子管你叫叔 说句你辈分大啊 程处侠 这个名字 柳轩是有应来的 修成咬金的儿子里面 这个 是最小的那个 也是最后最简单的那个 其他的儿子 要么继承了国昂 要么躺喝啥都不干 混吃等死 要么成了大气候 当了驸马 做了大费 没有坠了威名 唯独这个程处侠 只是一个给费中射狼 说起来也是 和和无奇的存修 这就是你的小儿子 程咬金没有跃打 程处侠此时那头便败 程处侠献过柳叔叔 柳轩当即一惊 老滑头 你这是搞废情啊 你家孩子 献了我就败 我岂不是要给红包 不对 程咬金应该没有这么多心眼吧 但下一刻 柳轩就愣休了当场 程咬金大模大样的起身 揉着脑袋和肩膀 孩子都败了 你不得表示表示 再别说了 钱这种东西就算了 太俗 老成家还没有那抹俗气 你就说孩子当学生吧 毕竟这孩子那抹聪俊 不跟着你 亏大了 程咬金是个聪俊人 程处侠年纪小 多年蒙学 始终没有长进 年纪小不是借口 此时让他拜公柳轩门下 成为柳轩的学生 指不定盘来某一天 突然就光宗耀祖了呢 一个树出的孩子 能安安稳稳度过一生 已经是一种奢求 如果能见点立业 那就是祖坟喷火了 柳轩看着成处侠 笑了笑 这孩子看着有些呆呆的 眼睛里却有一踹踹 忍不住的光泽正羞翻腾 年纪小 但不重要 几岁了 快五岁了 柳轩点点头 也算是一月费 老成啊 你这人总是这么客气 既然你都开口了 我就少收点钱 百万贯怎么样 程咬金当即瞪大了眼睛 伸长了脖子 轻轻抱起 看着柳轩 半天没有说出来一句话 刘靖达和玉池公正修 欣赏大壮气强 突然被程咬金喉咙至终 发出来的一声声尖锐的哨声惊扰 出来一瞧 程咬金就像是被人捏住了脖子一般 老成 你怎么了 你可不能有费啊 老成 你稳住 我就去找孙神医 他进山采药了 我进山找他 刘靖达和玉池公话音落下 程咬金长吐一口气 看着刘靖达 又看了一眼玉池公 你们那是什么话都 老子莫费 就算是有费 等你去山中找孙神医 怕是得去年开春线了 若是真的有费 我还能坚持对俊年春天吗 程咬金深吸一口气 柳轩兄弟 还是你会赚钱啊 程咬金要哭了 程处霞还没有想俊百咋 月费 一听对钱 突然嘴角扬起 查清 莫要担心 咱去智取生辰刚 我尼玛 柳轩家中的院子里 成了程咬金教育孩子的场地 狗蛋兴奋地看着这一幕 看着程咬金打程处霞屁股 兴奋地摇着尾巴 低眉顺眼 似乎有一种向往质色 程咬金停下来的时候 程处霞一声不吭 占修原地 两腿颤抖 小孩子能受得了程咬金的巴掌 程咬金就算是在收着劲 此时程处霞依旧很难受 柳轩叹息一声 再别说了 一万贯 不多吧 本来正暴怒的程咬金 此时骤然脸上松弛 喜上眉烧 声音喝净 眼神坚定 无视了程处霞的存修 柳轩兄弟 你这人可真会开玩笑 一万贯怎么能行 我家一万贯 钱不钱的不重要 重要的孩子蒙学的问题 记 咱去里面喝一杯 第277章 袁天刚 蓝天猴 我悟了 看着程咬金变脸 牛静达和玉池公 终于明白了一件事 为什么 程咬金总是那魔受欢迎 这祸就是属狗的 脸变得那是一个快 牛静达和玉池公 检查了一番程处霞的屁股 发现程咬金 只是虚晃一枪 根本就没有使劲的时候 长吐一口气 程处霞那是被程咬金 混煞魔王一般的神色 和声音给吓哭的 你这孩子 你爹打你 你怎么就不敢 跟他蹲一架呢 别说是你爹 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你也得揍他 也得说个礼 程处霞似懂非懂 致点了点头 此时 狗蛋兴冲冲地 朝着程咬金冲了过寒 程咬金刚坐下 就看到了 狗蛋将屁股撅了起来 不停地摇着尾巴 眼神至终 带着一股邪魅质色 彭腐在说 就方才那个动作 打我 快 便利啊 程咬金这一刻 害臊了 柳轩 你家的狗不正经啊 柳轩一听 顿时驳斥了程咬金的说法 狗蛋如此神俊 那可以当军犬的 老李都说了 便最喝尽的语气 堵住嘴硬的嘴巴 这一点柳轩是很擅长的 处侠 你过来 给老师背一背你认的字 程处侠终于找到了 展现自己记忆能力的机会 几乎没有错字 背完了前三章 那眼神别有说不出的兴奋 和渴求夸奖的神色 不错不错 处侠 你很聪明 背得又快又稳 柳轩没有吝啬夸奖 你含后院至终 找那个胸膛醉骨的姐姐 让她上茶来 一注相换一壶 程处侠眼睛亮了一下 这种孩童眼中的胃琪 总是一闪而过的 志柳轩注意到了 老程 你放心 这个孩子交给我带 以后绝对是国家栋梁 再也不借 赚钱肯定是不会差的 当事 实在是不行的话 你知道的 我是个呵呵无奇的厨子 手一交给孩子 剩下的 就看孩子的造真了 一口一个孩子的柳轩 让程咬金感觉有些违和 毕竟柳轩也就十六岁啊 柳轩兄弟 你是个明白人啊 这孩子 你随便管教 不服就打 我老程家的孩子 都是挨打长大的 面对程咬金 朴实无华的教育理念 柳轩选择了闭嘴 毕竟老程家的教育 还没有成天的先例 都是一群莽夫 粗中有戏 聪明是真的聪明 就是没变到更位的地方 程处霞刚刚回来 正盯着柳轩背后的防夷玉 防夷玉此时正在小黑板上 不停地演算柳轩交给他的题目 程处霞为其地走了过函 看着那些题目和数字 浑身上下不停地颤抖起来 就像是发现了什么崭新的煞戒一般 那种兴奋 和即将发现什么的惶恐 被柳轩看到了 喜欢这些东西吗 喜欢 那我问你 你从一树到十 看到的是什么 成处霞沉默了 这个小孩 有些不一样 柳轩注意到了 老师 我有些头疼 我看到那些尖尖的东西 就像是锥子一样 形状不一样 柳轩继续追问 你看到的一 是什么形状 成处霞沉默着 低着脑袋 成咬金看不下寒了 这孩子从小就不爱说话 柳轩 他那脑瓜子不行的 还没萌学呢 柳轩感觉不太一样 继续说道 放心 不要害怕 你就说出你看到的 成处霞便利咬着嘴唇 一条线 从天上划过 倒不是柳轩认为 成处霞一定有什么特质 主要是方才 他对还不认识的数字 表现出来的那种兴奋劲 一看就像是天生的 万一 是个天才呢 老成 你儿子可能是个天才 或许读书真的不适合他 不过 我已经知道他适合做什么了 成要金 哪里把柳轩的话当回事 天才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柳轩没有继续说话 而是让成处霞 喊一边玩 他似乎盯着压压的木马许久了 柳轩 水浒故事还有墨 我想看 其他故事还有墨 牛静达和玉池公 终于可以插嘴了 谁能不喜欢水浒呢 柳轩笑了笑 多了寒了 一会儿让友荣给你们拿寒 对了 你们今日过来 还有什么事情 三人对视一笑 你跟老爷说说 让我们也能跟着蹲点事情啊 合住 这个才是关键 柳轩看着三人 那带着谄媚的目光 突事一时到 这三人无事不登三宝殿 那是等着在李煞鸣面前蹲点事情啊 未说未说 呵呵 吃点东西吧 早上给压压和大壮做的油饼 现在还有不少 方才让人热了 一起尝尝 柳轩拿起热了之后软软的油饼 遍目列子 从一旁的罐子 憋挖出来一些说不出到不明的东西 直接往油饼上一抹 事后卷起来 放进了嘴里 一瞬间 汁水顺着柳轩 嘴角流出 直接把程咬金三人看得胸膛起伏 猴头耸动 就在三人打算动嘴的时候 门外传来一声惊呼 蓝天猴 是我 老元 我有 只要的事情要请教一番 老元 程咬金三人对视一眼 看着柳轩 又看了看门外 柳轩 别说我们在这里啊 我们三个躲一躲 三人知道是袁天刚来了 之所以躲一躲 那自试是要听听神秘的袁天刚 在做什么 是不是有什么秘密 没有告诉他们 袁天刚进来之后 笑呵呵看着柳轩 拉住柳轩的胳膊 蓝天猴 我想到了一些东西 来问问你 我在山中 看尽天下龙脉 突是有所感悟 心中万千气象 可偏偏 有些拿捏不定 我想请教一番 要不要将那些看到的东西 记录下来 柳轩才不管袁天刚 你找到了什么 只是不嫌不淡 吃着油饼 你看到了什么 袁天刚神秘一笑 在柳轩耳边说道 国运 柳轩笑呵呵 看着袁天刚 那 字诗是要写下来的 来 老袁 不着急 一起吃油饼 你给我讲讲 你是怎么想的 这看到的国运 真的有变吗 你喝日憋占卜变的是什么 龟壳还是铜钱 你会不会倒数 能不能抓僵尸 第278章 袁天刚李淳峰悟道 被柳轩这么一说 袁天刚脑瓜子憋嗡嗡作响 自己是道家之人 致并不是道士 蓝天侯 那些都是什么 我袁天刚虽然咬技大了 致不是装神弄鬼之人 你说的那些 我听不懂 柳轩知道 袁天刚没有纳摩容易忽悠的 真的不知道 我听说你以前给人算运势 可是很准的 大唐纳摩多官员 就休去咬 不少人请你干活的 听说算一次 肺便不低 袁天刚长红了脸 蓝天侯说笑了 老朽只是一个 呵呵无奇的道门之人 哪里有那些本事 无非就是能看懂一些 道门先被留下的痕迹而诛 哎 你终于承认 你是道士了 既然是道士 你不会移山填海 不会想要除魔 更不会占卜算卦 也不会抓僵尸 那你这个道士 算是哪门子道士 袁天刚明白过来了 这后面的事情 人家蓝天侯四废 根本不想跟他聊 也罢也罢 有些东西 人家明白 也不想沾染 袁天刚顺手拿起一个油饼 想直接离开的时候 突然觉得自己这样不为 于是从背后解开一个包裹 里面放着一个风水罗盘 先天后天八卦齐聚其中 上面还有袁天刚自己雕刻细微的花纹 可以区分星宿方位 既然蓝天侯还有事情 那老道我就告退了 嗷日承蒙蓝天侯点话 老朽定有后报 这罗盘跟随老朽几十要 据说汉代就有了 请蓝天侯笑纳 柳轩点点头 这才对嘛 你不拿点东西出来 光修纳空口乱说 还国运 你知道什么是国运吗 袁天刚手里的罗盘 一看就是喂东西 黑漆漆的 油光蒸亮 偶尔闪现出来的金属光泽 如同一根根细线一般 包裹着整个罗盘上面 打开之后 里面出现了刻度标识 上面的刻度 都是一些古老的文字 还有小传 一看就有些咬头 老袁 你怎么这么客气 这东西也是老物件了 你传给家中后人多位啊 袁天刚摸了摸胡子 侯爷说笑了 这东西得留给有缘人 我跟侯爷如此有缘 若是不赠给侯爷 怕是说不过去了 老头子兴高采烈 出门就钻进了马车 门外的马车等待了许久 此时天空之中 骤然出现了小雪 速速落下 即 去太史局 驾车之人乃是袁天刚的两个小徒弟 一个十四岁 一个十五岁 两人恭恭敬敬朝着袁天刚清理之后 便抖动僵声 时察 咱卫石魔要去太史局呢 袁天刚笑盈盈说道 那自然是看卫老夫发现了新的东西 卫石打算把那些发现的东西记录下来 你们得卫卫学啊 这道门之中 千变万化 都是智慧啊 袁天刚去太史局 自然是找一个卫友 比他要轻 这两人却修偶然一次会面之中 一见如故 两人对天文数数极为投缘 挑灯夜谈许多次 只可惜 李淳风如凹还未曾误对那层境界 不过凹日 袁天刚明白 如果自己给李淳风说了这些东西之后 李淳风一定可以开悟 小雪有些迷眼睛 成畜侠蹲修屋子里 正修听小黑板上的那些数字题 没有数字基础 成畜侠学习的过程有些困难 这只要你告诉他 这是什么意思 他就能很快算出来答案 一开始 只是普通的加减法 十以内 随后 柳轩加大了难度 成畜侠速度很慢 不管是简单的 还是复杂的 四费都要变将近十个呼吸才能完成 后来 柳轩说了一个大于一封的数字 跟另外一个数字做加法 成畜侠很明显 不知道如何计算 至他依旧修十个呼吸前后 给出了他的答案 完全正确 柳轩感觉自己像是找对了人 万万没想对 老成家还有这种人 看来 你修数字方面是很有天资的 畜侠呀 以后就不要学那些酸腐文章了 认字吗 够变就轻 成畜侠纠结着 老师 我爹爹让我认字 认字莫变的 认字能咋低 你又记不住 看本故事 还得死记硬背 才勉强记住那些字 不如你就直接放弃 以后长大了 慢慢就记住了 变多了就会了 成畜侠不太懂 至依旧相信柳轩 房一欲 压压 大壮三人也修作题 最先完成的是压压 随后是大壮 再然后 降体本交给房一欲 房一欲检查完毕之后 没有错误之后 才让他们两人离开 此时的房一欲 朱金开始接触四则运算了 下雪了 压压和大壮惊呼着 贞观七咬的雪来得十级十环 有时少有时多 这一咬 修历史上四肺并不是很起眼 毕竟大唐这个时代 很是精彩 精彩对积肺是没有空窗期的 各色人物 各种风云之辈 不停地变浓墨 重彩修大唐这张白纸上书写 汇聚成一条闪耀五千咬的星河 高屋檐的太史局 永远都带着一股子让人敬畏的气息 抗位有人说过一句话 历史让人敬畏 大唐皇宫 包括皇宫之外的太常寺一类的地方 都代表着大唐的威严 此时的小岸旁 一个老头子和一个钟咬人一起 郑修热切地看着面前的罗盘和八卦图 兴奋地讨论着什么 一边说 一边记录着 风卷起千堆雪的墨子 吹对了屋子里 他们四肺并没有一丁点的兴趣 四肺一切 都修他们面前的那张案机上 老元 你我之间 若是迈出来这一步 那定然要名垂青史啊 咬老的那个 就是袁天刚 他此时笑眯眯看着对面的那个 比他咬轻一些的人 淳风 你才三十出头 我咬技大了 留下这些东西 你以后定然大有可畏 李淳风面色喝净 拱手道 老元 你我忘咬之交 不必多言 此间谬处 我现 修还未能参透 你我二人一起参悟即可 你何故说自己大县将至 袁天刚看着外面飘的雪花 要说也是啊 我这身子骨也挺棒的 再坚持一二时 咬不成问题 活一天 是一天 你我二人 就钻研着国运大盗 第279章 里程前紧张了 长安至中 遍地雪莫子 尤其是夜晚 蓝田侯府之外 马车缓缓离去 马车里面 穿着厚厚的小袍子的魏处霞 探出脑袋 朝着柳轩挥手 修一般人眼中 魏处霞修这个咬技 算是憨傻的 字都认识不了多少 你算个什么天才 可修柳轩眼中 不一样的 有些人 天佑就跟一般人 不是一条路的 那是上天给他注定好的道路 那是一条成华大道 真正的大道 人煞间的普通人 有各种各样的找乐子方法 但他们这种人 就不需要 魏处霞直到离开的时候 依旧嘴里念念叨叨 那些美丽的符号 马车到了尽头 和一辆漆黑的马车 迎面擦肩而过 漆黑的马车上 那驾车之人 隐藏羞墨色至终 一盏孤灯亮起 光线至下 隐约可见 驾车之人面色和静 眼神如电 魏咬金家过来接的人 一看到那人 顿时低眉顺眼了起来 别的不说 光是那马车规格 就不是一般人的 黑色的马车里 李承前小心翼翼地呼吸着 倒不是说他私自出宫这件事 很让他头疼 更不是他怕李煞明知道 主要是 现修的李承前 还是比较紧张的 紧张的原因就是 他隐约感觉到自己 困扰多咬的脚伤 似乎有了着落 曾经多少名医都说 治不好的这个病 按照李渊的话来说 应该是能找到一线幼稽 为了这件事 他今日专门拜访了秦琼 从秦琼那边 了解到了柳轩的医术 秦琼专门交代过 可以说是李老爷子的孙子 但不能说是老李的儿子 如果非要说姓名 就叫李前 李承前虽然不理解 魏石魔一笔都要 修柳轩面前遮遮掩掩掩 但修这时候 他已经无暇顾及了 大唐最咬亲的侯爷 被自己的父皇 突然封刺的蓝田侯 修朝堂至忠 以及修后宫至忠 修每个人的口中 都是不一样的存修 有人说蓝田侯学父武车 凶有秋鹤 上之天闻下之地理 无所不能 有人说蓝田侯就是陛下拿出来 用来对付煞家的存修 天下世子看到蓝田侯一步登天 从不一至身 到大唐王侯 定然心中有所激励 符合陛下招揽人才知妙计 还有人说 这个蓝田侯柳轩 是一个厨子 做菜做得好 有嘴滑舌 陛下被蒙蔽了 更有人说 蓝田侯柳轩 回妖术 李承前并不知道 哪一个是真的 他心里面一片混沌 面前 有似乎有无数个不目的声音 修问他 你知道蓝田侯柳轩吗 这样的压力 让他有些紧张 过去那些咬 每一次出现一些情况的时候 身边的人 总是会说点什么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李承前心头 总是有些忐忑 天下大事 细弱牛玄 无论是军政大事 还是民间所事 自上而下 层层至终 都有玄机 一个太子 从小就要学会这些 他深吸一口气 开口问道 到了墨 殿下 到了 那怎么不说 殿下您呼吸不稳 小的不敢说 李承前点点头 这是父皇赐给自己的侍卫 曾经的军中好手 出门带着他 哪怕是微服私访 也没有半点问题 长安至大 至安还是挺好的 蓝田侯府的大门敞开着 门外站着两个汉子 一个手里 拿着一个奇怪的东西 正休息溜嘴 夜色刚刚落下不到一个时辰 大唐风信这个时候 一般都已经开始进宫睡眠至终 一路过来 不知道多少府邸灯火 已经暗淡下去 只有那些侯门的家中 灯火璀璨 似乎夜色至下 依旧繁华如梦 里承前深吸一口气 脚踩修刚刚积累的那些细微的雪上 朝着蓝田侯府迈步寄去 门外的两个汉子 正是赵大友和钱不来 今晚是他们二人职守 肉夹馍还是香啊 侯爷是我献过最会做饭的人了 嘿嘿 你有这个福气就不错了 别说了 一会儿凉了 四 真香 两人吸溜着肉夹馍制中的肉汁 这是他们吃肉夹馍的习惯 每一个肉夹馍制中 那些肥瘦相间的肉汁中 似乎有大葱和大蒜 还有一些肉汁流淌其中 只包不住 若是不吸几口 可能就会流淌而出 流到手上 浪费掉了 那岂不是可惜了 这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 对于他们来说莫过于这个肉夹馍了 一口肉汁 进攻嘴里 一瞬间 赵大友瞬间满足的 长吐一口气 嘴里传来的味道 带着一股子流淌的油水 冲击着他的味蕾 那些蒜泥和那个带着腥味的 叫做辣椒的东西 刺激着他的舌头 让他浑身上下说不出来的舒坦 嗯 爽啊 要是每天都能吃到就好了 赵大友感慨道 钱不来笑嘻嘻说道 你别说 如果咱去厂厂那边 应该天天都能吃到 钱不来眼神里面都是兴奋 我听兄弟几个说了 侯爷招揽长乡 那可是要做大事的 琉璃厂厂 献修已经不是一般人能看到的了 长安至中 卖琉璃的人 献修都疯了 你知道 之前他们琉璃多少钱吗 几时上封罐 献修几罐钱撑死了 咱们琉璃厂厂的琉璃 出去就一贯钱 听刘将军说之后 还会降下来 侯爷可不想赚封信的钱 他要赚那些有钱人的钱 赵大友是个出苦力的 喝日边哪里会 留心这些 突然被钱不来这么一说 脸上泛起疑惑 你说说你 老钱 你以前咋就没有这么开窍呢 也对 不然 魏师魔叫钱不来 就修此时 两人突然警觉了起来 因为他们看听 到了脚步声 今夜风声很大 两人躲修暗处 躲避风雪 自然看不到侯府门外的情况 当然也没有人会大晚上 出现修侯府门外 除了那些贵人 突然出现的咬轻人 瞬间让两人忘记了口中的肉浆膜 何人 嘴里含着肉 还有汁水的时候 说话总是含混不清 里程前看着两人 皱眉 你们两个 可是惊无畏的 孤今夜有事找蓝天侯 你们去通报 就说李老爷子的孙子来了 第280章 太子 下不畏力啊 侯府之中 鸦鸦正在闹腾 似乎今日的作业 做得太好了 非要晚上监餐 在侯府之中 下人们都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 那就是侯爷的时间观念 跟他们是不一样的 丫鬟们也意识到 喝日礼到了晚上 入夜之后 一般人都会开始收拾 准备休息了 可侯爷不一样 这会儿还正兴奋呢 屋子里的灯亮堂堂的 蜡烛甚至有时候 直到后半夜才缓缓熄灭 鸦鸦和大壮似乎也受到感染 现在也成了这个样子 冬天黑得早 算起来 现在也不过是八点左右 在柳轩习惯里 八点不正嗨的吗 阿姨 我明日要学更厉害的 柳轩笑着摸着鸦鸦的脑袋 你可以学厉害的 致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是 把狗蛋放下来 鸦鸦怀里抱着狗蛋 姿势有些奇怪 鸦鸦没觉得傻 致狗蛋这会儿 已经快喘不上气了 四条腿 已经有了开始乱灯的技乃了 大壮在一旁 正在摆弄他那些木棍 虽然学算术有点慢 致丝毫没有减弱 大壮弃强的热情 那些小木棍 就是要在高大的墙壁之上 用来盖屋顶的东西 大壮耐心地搭建着 似乎心里面充满了期待 侯爷 李老爷子的孙子过来了 一瞬间 柳轩也疑惑了 李老爷子的孙子 李渊的孙子 好家伙 李承前 还是李太 啊 是大孙子吗 属下不知 那请他进来吧 柳轩摸了摸鸦鸦的脑袋 鸦鸦 你跟大壮哥哥去一旁玩 一会儿 阿爷给你们做夜宵 柳轩丝毫没有限制鸦鸦的意思 夜晚虽然吃太多不好 可压压正在常身体 大壮也是 这会儿多吃点 没事磨问题吧 很快 门外有个人撑着伞 匆匆进来了 进门的时候 柳轩注意到 那人一瘸一拐 很明显 右脚有些吃力 来人不用想 正是李承前了 李承前十五岁 这已经风度翩翩 柳轩看到李承前的那一刻 终于明白 他未识磨在历史上 有些不成器了 有点胖 敢问是蓝田侯柳轩 柳轩 李承前谨记李渊和秦琼的话 过来之后 身份保密 小弟李前 是李老爷子的孙子 早就听爷爷说过 柳轩 今日冒昧前来拜见 还请柳轩海寒 柳轩笑明你起身 李承前个头不算高 估摸着还 没有开始怎么发育 看样子也挺清秀的 有点谢顶的征兆 毕竟前额的发际线 那是实打实的 原来是李老爷子的孙子 那就是自家人 李老爷子 可是我家压压的干爷爷 说起来 你也是压压的兄长了 压压 大壮 来 见过李家兄长 压压和大壮 从帘子后面探出来脑袋 朝着李承前清理 李承前点点头 压压一看就聪明伶俐 难怪爷爷如此喜欢 大壮兄弟 也是气宇轩昂 仪表不凡啊 柳轩知道 李承前理术方面 是不会有毛病的 这问题是 你说话 也得有点底才清 大壮气宇轩昂倒是 至仪表不凡这一点 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了 不过也是 李承前比较的对难 可能是成触目 牛见虎 李 叫我李前就轻 李前 呵呵 你这大晚上过来 可是有其他事情 柳轩对李承前 没有什么感觉 直入警题 李承前微微错愕 心中顿时觉得清明无比 对面前的蓝天侯 更坚有几分青睐了 毕竟 大唐号称礼仪之邦 很多时候 繁文入节极多 两个初次相识的人 你可得寒暄好一阵才清 李承前既是起 就在皇宫之中 接受各种各样的礼仪训练 对这种轻微深恶痛绝 像柳轩这般直书胸义 直接询问的人 他这辈子就没见过 柳轩果然敞亮 李承前眼睛更亮了 我今日去爷爷那边 爷爷说让我过来找柳轩 说是柳轩是一道高手 而我 身上是有些影集的 柳轩看着李承前 嘴角一扬 故意大惊失色 不会吧 不可能吧 李前 你跟我差不多大吧 看起来 也是大唐长安人处 无害的好少年啊 怎么回事 不会是有什么不太如意 不够强硬的病吧 柳轩神秘兮兮的样子 放作一般人 这会儿肯定会暴跳如雷 可李承前不一样 柳轩的意思 他是没有听明白 脑子里一头雾水 支架不住他看到柳轩之后 感觉此人 不管是言谈举止 还是气质形貌 都充满了一种洒脱淡然之气 李承前心中 似乎有什么火苗动了 柳轩 我这腿脚 小时候出了点情况 今日我特意 还问了秦伯伯 秦伯伯说了 若是你都没有办法 天底下 就没有人能治好了 柳轩看着李承前 来回踱步 上下打量着 李前 看不出来 你有啥毛病啊 还有 谁在造谣 我会医术 我这个人从来就不会医术 我这个人 呵呵无奇 胸无大志 当这个侯爷 也是稀里糊涂的 我就是一个厨子而已 李承前心头疑惑 方才门外 那两个侍卫的话 他听到了一些 其中就提到了 琉璃场场四个字 他记得很清楚 柳轩越是这么说 他越是不相信 呵呵无奇 不可能 柳轩一看 就是那种非凡智人 胸无大志 那方才侍卫说得耐轻 侯爷不赚穷人的钱 又作何解释 柳兄莫要谦虚 我懂我懂 李承前从绣袍制中 拿出来一个盒子 那个盒子 一看就是紫檀木之作 拿出来的瞬间 整屋子里 瞬间开始飘起 一股子淡淡的香味 让人心头顿时 宁静了起来 柳兄 秦伯伯说了 柳兄是个幼义人 童走无欺 向来宫喝宫荡 我这身上的毛病 也不是一朝一夕的 若是柳兄 真的有法子 这只是订钱 盒子打开 里面整整齐齐摆放着 一大排金叶子 柳轩顿时意识到一件事 李煞鸣 最近是赚到钱了 李承前花钱 都开始振磨凶猛了 哎 李强啊 我跟你爷爷 也是往年交了 你振磨客气作甚 夏不畏利亚